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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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想去追求牠 看看有甚麼地方還有這種魚的分布 這種魚太漂亮了 當時我也是有點懷疑 有機會會是一些熱帶魚 原來牠這個在香港是原生的 這裡當然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意義的地方 因為我當年是小學四年級 我是有學校的秋季旅行 過來的時候 我在石頭下面 因為太滑了 我過河的時候發覺是踩下水 這一下子的動作 令我改變了整個對溪流的觀感 原來下面還有很多魚類 在這裡游來游去 在下面我看到顏色很燦爛 會不會有些熱帶魚游到這裡 有很多疑問 我當時沿著這個瀑布 也很好奇 到底這些魚在哪裏還有呢 我可不可以能夠再去發現多些呢 我就沿著這條路 是上了這個瀑布的頂部 其實一個不小心 是可以能夠把一個人 和大自然可以拉在一起 令我開始了和魚類一個無限的緣分 其實全香港溪流有1400多條 總共那裏有6400多條的支流 那裏面那些支流所有的地方 我都叫做是去了 大概需要用5年的時間去做一圈 大概用10年的時間做了兩圈 又是因為需要有一些是24小時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咒行性 有夜行性的魚 那我有機會會是超過24小時的 是貼身地在溪流那裏 去看一些它們的行為 或者繁殖 各方面的生物學研究的資料 在全世界有水的地方 幾乎有魚的蹤影的時候 每一次的發現都有新的 令我可以有一個動力 很大的一個動力 可以能夠繼續追隨這些新的發現 可以能夠繼續令我可以再發憤 這本就是中國動物誌 是和我的先生一起做蝦虎魚類的 我在中學那段時間 第一次見到中國動物誌 國家級的 是一班專家做的工作 當時我在中學 亦都是寫著我自己的 對於香港的總結的時候 我都說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進去做中國動物誌 那就好了 過了幾十年 聽到我的先生吳教授 他跟我說他有沒有興趣去做這個 中國動物誌蝦虎魚類的編輯 我是很著躍的 那下面那裡 你看到我有我的名字 那這個是 吳漢林 我去和教授一起去做的 從小到大 習慣了一件事 就是看到一條魚 那你一定要去到那個魚的原產地 實物和實地去看 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科學 那也是這種精神 我會繼續去到就算是語言 所以然後就是八三年的時候 偽然就是由香港 就是在中四那裡 轉去北京那裡就讀這個高中 中五那段時間 在年底那裡趁韓家 去了上海 找了五個教授 他是蝦虎魚類的專家 因為種類很多 亦都分類的方法 就是很複雜的 他就是全中國唯一 去做這一群魚 就是肯面對去做這一群複雜的魚 我當時是我覺得很開心 香港的蝦虎魚類種類非常之多 令到我沒有辦法 可以能夠把它好好地分類 那我就需要他那邊 去做一個指導 他就給了他那些研究的論文給我 那我當天就回去了 那每天早上回去 我見到陰教授都在那裡 那真是怎麼會他都在那裡 但原來他們做一些研究 他真是喜歡那樣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真是很早起床 那他有很多的工作 希望在一生裏面可以能夠完成 八九年發生了什麼事呢 日王明仁他是做這個蝦虎魚類 那他就做一個學術交流 那當時就缺乏兩個方面的溝通 就是魚類學方面你又要精通 那也都要講得到他特別的術語 那我也都帶著香港那邊 就是我一直以來做一些研究的成果 那跟陰教授就一起去附日 做兩個國家那方面的學術交流 我看到的就是兩位老前輩 一方面是我的先生他在中國 你知道有文化大革命 有很多的一些歷史的一些背景 令到他們那個研究方面 其實就是有不少的阻力 那也都另外一方面就看到就是 就是日王明仁他是 國事很多樣東西是前身的 他可以保持得到 一個魚類學這個自己所喜歡的東西 那這兩位的老前輩 我覺得 是令到我很感動的 是令到我很感動的 令到我很感動的 我就可以能夠完整地去觀察到 一年裡面不同的時段 那些一些行為 那這個就是我小五小六的時候 在別人爛了的一個望遠鏡裡面 拆出來的那個眼鏡 那這個眼鏡 那這個眼鏡 就可以能夠就是 在這個魚缸那裡 剛剛貼著 就可以能夠放大到 大型小小的微生物 真的眨下眼就 真的陪了我幾十年了 最初期 就是我在中學那段時間 一走一走三四個小時 應該不是一個問題 有時候睡覺可能都 突然間閉上眼就是一個魚缸 自動自覺 你會花點時間下去 那當年是08年 那當時我得了一個大病 那這個是腦炎 在那個日後 又要做一份雜誌社的 一個學術顧問 那晚上又要回一份 是做這個環評報告方面的工作 所以在一個禮拜裡面 可以休息的時間 大概三四個小時 那這個是心之不妙的了 那休息時間非常之不夠 那就進了院了 那醫生當時說 這個病很危險的 很少人患 但是有機會是會癱瘓 那當時 因為那個醫生已經跟我說 如果是復發的時候 就會很危險 當時也都 超超的已經聽到有人說 可能真的要做好生後事 那我覺得是 那我覺得是 其實都 那個感覺都幾憶又新的 很漂亮 很漂亮 那個社會 那這個過程 很清晰地 感覺到是我沒有做 因為香港是真是 全世界最集中語的地方 但是我一直 在小時候 自問是 我很希望有一個學會 或者一個地方 我可以走過去 去問到我想知道的東西 那我會幫香港 會建立一個魚類學會 將別人魚類那方面 不知道的東西 應該要做回去 出回來 歡迎你們過到來 很難得的 因為我們從來 未試過學會 在中秋節做一個野行 那你們是第一隊 我可以聽一下聲音的 我們通常都是聽到聲音的 爸爸 我可以讓大家看聲音嗎 有了 有了 下面有個地方 有幾個溪樓 我們可以讓他過去 看看溪樓裡面 那裡有甚麼 他喜歡下雨 晚上那些 濕的時候 才會出一番漂亮的 這隻 是否有小小的魚 有小小的魚 有蝦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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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荷豆去哪 那些荷豆 荷豆在下面 是 通常我們在那個社會 是越是進步 遠離大自然的環境 是很快 也是需要一些 我們那個專門的人 去帶領他們 回回去 令到一些市民 就是跟這個 郊外裡面 那個自然界的 一些生物 多一點的機會 可以跟他們接觸 是從而令到他們不會疏離 你猜我帶了一些 什麼 出來給你們看 你猜 有那個平頭靈臭 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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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 看看 我現在手上高 有兩種魚 一個是劍尾魚 那個尾部 顧之然 有一條很長的 一條劍的尾 另外一個 這隻也是劍尾 不過是雜式劍尾 是中美洲那邊才有的 它容易繁殖 還有 因為漂亮的關係 在很早期 那個大魚的市場裏 是很普遍的流行的 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它也是 輸入了這些魚的關係 只要環境適合 那個地方就會有這些魚 可能是在河流那裏 放生在那裏 這些叫入侵種 我們對一些 我們香港的野外生態 都會構成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在做 將一些外來的魚類 從溪流那邊 將它去除 去回觀賞魚的位置 自然水族其實是一個 地球上 某個水生的生境 在想一些很緊張的事 或者生活上有些壓力的事 其實你看著水 看著魚的動物 其實你會發現 慢慢個人會平復下來 我們會看到 原來水族商 剛好已經有一個 這樣的研究 叫做水族治療方面的研究 我們有些同事 在專有的範疇裡 研究精神康復 和我們在學會裡 這個自然水族結合之後 這個是應用到下去 精神 即是人類心的一些 叫做復康 亦都是一個保育 一個保育 人心的那個保育 上高應用 就是今天來到 復康中心的一個原因 我現在就在量度這個河流 一些河水的酸鹹度 對於魚類也挺重要的 因為如果酸性比較高的時候 塞就開始會困難 溫度高低 最主要是跟水裡的 融入的氧氣很有關係 如果是高溫的時候 它是越少的 所以氣溫越高 那些魚就有機會缺氧 水裡可能是 用氧量、酸鹹等等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試試 可以測試它出版本來 我們看到它這個水 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雜質各方面都比較少 所以你看到 在不同的季節 去看不同的東西 當然要看生物 又要看環境的因子 其實是相當需要 一個耐性的功夫 在這裏面是香港的第一條魚道 因為沒有任何設計之前 它想把一條彎曲的河道 只是想拉直它 工程要做的原因 都是因為河道 因為有些淤塞的問題 我這裡的工作 第一件事 就是要設計 要設計復原生態環境 將河道拉直之後 怎樣能夠 將它完全是天然化的一個河道 將它復原出來 都要在工程進行之前 我們做一些 叫做baseline survey 就是一個基本環境的調查 第一件事就是它的種類 第二件事 它有什麼生物學的特性 要告訴它 如果這個河道是怎樣 可能有什麼影響 其實是一個環境評估的 最初步的一個階段 我們就要很清晰地知道 每一種魚的生態 那個生物受到哪方面的影響 它可能是需要一些 某些環境來繁殖 有些環境是需要有些 它離了的生物要生長 這些地方都不能夠破壞 應該是學習了 然後才調查清楚了 然後才去做一些環境方面的改變 基本上如果沒有開發過的地方 你看到環境都是以數以千年萬年計 是積累落回來的 所以我們不可能 將這個環境動了之後去還原 這是一個天一般的事實 我們只能夠將這個環境 和生物之間的關係 搞清楚,學習清楚 然後才可以將這些 我們作出的一些改變的時候 將那個影響減到最低 好,再見 好,再見 好,再見